大家好,这里是山野美食 如何在超市里买到优质的鸡腿呢? 因为超市里售卖的鸡腿大多都是冰冻的 刷不留神的话,就会买到过期或者是冰制的鸡腿 大家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第一,看一下鸡腿的颜色 如果鸡腿的颜色为淡黄色 那么这就是它原本该有的颜色 说明这个鸡腿是刚刚拿去冰冻不久 新鲜度非常的不错 如果颜色是深黄色甚至到了棕色或者是黑色的 那就说明这个鸡腿已经保存很长时间啦 这样的鸡腿就不要购买 第二,用手摸一下鸡腿 如果表皮是松松垮垮的 说明很有可能是打了防腐剂的鸡腿 实际上是已经过期了或者是放了很久的鸡腿 而且防腐剂吃了对人体也不好 所以这样的鸡腿大家不要购买 第三,看鸡腿上面的冰块 如果鸡腿在冰柜里冰冻了很久 它的表面上肯定会积累呵呵的一层碎冰 而且有的鸡腿本身质量就不太好 有些不良商家为了隐藏真相 就会故意加长鸡腿冰冻的使劲 用冰块来隐盖住云本的新臭味和颜色 这样顾客在购买的时候就很难分辨出差别啦 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要选择这种冰层比较薄的鸡腿 学会以上三个挑选的方法 就可以轻松的买到新兴优质的鸡腿啦 是不是觉得很长知识呀 赶快转发分享出去 帮助到更多不知道的人吧